Hello, 歡迎來到煮飯單位 今次為大家做一個 烘焙新手都很容易上手的杏仁芽片 很脆口又不會太甜 做來送給朋友沒有難度 想知道更多的選擇食店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今次用到的材料很簡單 就有蛋白兩隻 糖30克 低筋麵粉25克 牛油溶液25克 杏仁片100克 和少許鹽 首先就將焗爐預熱到160度 然後在一隻中型碗裏 將蛋白糖 和少許鹽攪勻 打到那個蛋白有少許泡 就可以了 不用攪太久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麵粉過篩 加進蛋白 然後把它攪勻 再加上牛油溶液 攪勻之後就可以加上杏仁片 把它攪勻之後 麵糊便完成了 接著就可以準備一個大的平焗盤 在上面放上牛油紙 用匙羹 將麵糊平均分佈在焗盤上 每一羹大概是半湯匙的份量 中間要留一點的空位 然後就可以用一支叉 將麵糊壓平 薄薄一層 剩出來不是那麼圓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薄 剩出來才夠脆口 之後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 焗10分鐘 或者直至芽片焗到金黃色 就可以拿出來 攪冷大概1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 gookili follow心仁仁仁 和我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